2016年元旦巴沙迪娜 玫瑰花車大遊行 預計將吸引大約70萬的民眾參與 並且會給當地的交通 帶來很大的壓力 大都會捷運局今天宣佈了 在跨年夜以及元旦當天的 多項優惠措施 鼓勵民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前往巴沙迪娜 參加相關的新年慶祝活動 新年期間的巴沙迪娜市 除了有全美文明的 玫瑰花車大遊行 還有玫瑰碗美式足球賽 和花車展覽等多項活動 而當地的交通 也因為大量人潮湧入 面對巨大壓力 大都會捷運局今天宣佈 在跨年夜及元旦當天 大洛杉磯地區的捷運路線 將24小時運營 31日晚9點至1月1日凌晨2點期間 捷運局還推出 免費搭乘捷運優惠 Metro Hope is going to help a lot 因為加上電路線 電路線會有封鎖 大都會捷運經線 是通往巴沙迪娜的列車路線 玫瑰皇后和公主 今天也出現在巴沙迪娜捷運站 並搭乘捷運列車 以此鼓勵民眾 在新年期間多多搭乘捷運 我上學是爸爸媽媽帶我去 可是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都會來坐Metro 我覺得很方便 很快 然後也很好玩 今年是洛杉磯捷運 開通25周年 捷運經線從巴沙迪娜市 到Azusa市的延伸路段 也將於明年3月5日正式通車 搭乘捷運經線在巴沙迪娜區域內的四個站下車 民眾就可以很便捷地來到玫瑰花車遊行路線 為了服務當地華人和中國旅客 巴沙迪娜旅遊局還首次開通了普通話服務熱線 解答節日活動相關問題 讓大家能安全又便捷地 參加新年慶祝活動